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今天真的是重量級人物來到現場了 中食物回籠要搶好鼓了 我們要專訪誰呢 第一金頭顧的董事長陳逸光 我們趕快來介紹他 逸光 晚安 晚安 主持人 晚安 各位觀眾大家 晚安 今天逸光到現場很重要 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他今天要帶給我們什麼 未來在明年 2015年 精選的十大新趨勢 產業當中就是要抓住趨勢 如果抓住趨勢代表是什麼呢 他有前景啊 所以股價可能就會先行的發動 比較有看頭一點 好 今天我們來看看這一張 十大趨勢當中你會發現好多 第一個穿戴式裝置 再來行動支付 然後醫療照護 在下面還有物聯網 機器人 電子商務 還有汽車電子 好多好多的東西 這麼多這麼多的一個趨勢裡面 我們發現呢 其中跟電子產業 其實佔了比較大的一個部分對不對 一光這個部分的話 電子產業如果真的要來觀察的話 有沒有一些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我們從這個整個電子產業 今年前三季的這個獲利數字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在這張字卡裡面可以看到這個 整個前三季的電子股的這個獲利數字 那事實上在整個獲利數字上來看是創一個歷史新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電子的部分是將近九千八百億 一到三季的這個數字 當然有包括海外的獲利的數字 那當然海外匯率數字主要是來自於 我們這邊有一些海外的這個投資 這是屬於這個一般性 經常性的這個投資利益回來 所創造出來 那有部分是來自於這個匯率貶值的這個匯兌收益 那以這樣的數字來看的話 它是支撐整個電子產業裡面的主要的一個重點 那今年這樣九千八百億來看 明年我們預計也將近九千八百億 那會做一些微幅的衰退 那這樣的這個數字 再加上非電子的部分來看 今年的整體數字應該會超過一點八兆 那所以一點八兆的這個數字 我們用過往來看的話 一個配合ratio在七十percent來看 明年我們認為說 在整個配給這個投資人的這部分的這個現金 應該就有將近一點二兆的這個數字 那電子這部分主要占大部分 因為它將近有一兆的這個獲利數字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在看到明年的這個趨勢來看 十大趨勢產業裡面電子占了很大部分 我想主要是來自於這個獲利數字 可以告訴我們說 事實上它是一個主要的支撐的來源 但是獲利上是估計 明年可能會小幅的衰退是不是 這個部分 對 我們剛剛提到有將近四百到五百億左右 是來自於這個匯兌的這個收益 所以明年這塊我們沒有把它算進去 那假設說已經今年 今年我們看說這個日元的這個貶值的趨勢 若還是在明年呈現這個貶值的情況來看的話 明年事實上在匯兌的部分 還是會有一些匯兌收益的部分 所以我們先保守估計 應該是跟今年差不多在九千八百億左右的這個數字 好 所以在這個明年的電子產業 整個營運分析 剛剛這個逸光也稍微提醒我們一下 提醒投資人可以多加來注意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 在十大的趨勢裡面 我們還是要票選一下 那前三名可能是投資人只要Focus在這三個 應該就OK了 就不錯了 好 再來看一下這張圖 你會發現說其實很多都是我們滿熟悉的概念 如果硬要選的話第一名 逸光你會選給誰呢 我們第一名看起來應該在生計的部分應該算是在整個產業裡面 居家裡面應該是可以在前第一名 所以在醫療照護這個部分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整個這個醫療照護的這個指數 我們常在做研究比較希望從top down的方式來看整個產業 那我們從這個指數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三大指數 包括這一個美國的ETF 還有包括日本的這個21 還有這個其他的這個這個這個國際的這個指數可以看到 這三個指數我們可以看到 他事實上在過去一年跟今年事實上都是呈現倍數的成長 那我想這個醫療主要重點是在於人口老化 那人口老化指數的這個計算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用六十五歲以上的人 人口跟這個十五歲以下的人口來做一個比值 臺灣目前在差不多七七Percent 那目前全世界最高的是摩洛哥一百八十六 然後這個日本有一百七七 德國有一百六三 法國一百四三 那這代表說人口老化趨勢 第一個人口老化指數部分 在這個五十以上事實上都是算偏高的 那美國現在是差不多六十到六十五 那第二個就是高齡化社會 我們一般以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來看 這個高齡化社會來看 臺灣差不多在十一點二Percent 那以這樣的數字 已經全世界這個人口老化的情況 已經慢慢步入一個一個老化的現象的話 我們認為說在醫療生技的部分 相對來講 他就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那我們剛剛這個國際股市裡面 包括ETF 包括他的這個指數 還有中國大陸的這部分的指數 事實上在過去一年跟今年的表現都非常好 你可以去看一下NBI指數 美國的五大指數裡面其中一個叫NBI指數 它屬於叫美國的生技指數 它YTD就是從今年年初到年底到現在為止 它整體的漲幅是三十五Percent 它是比道琼比Nexter比這個Sox 我們講的非成半導體的這個漲幅要來的高 也意味著說我們從這個整個指數的表現可以看到就是說 美國它事實上是整個生技類股的領頭羊 那台灣事實上跟美國這邊的這個 的關係事實上有一些代工 或者說有一些這個部分的這個license 這邊cost license的部分 是有受惠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整體的這個表現上來看 是生技股我們會把它排名在聚焦產業裡面的第一個 是 所以在剛剛這個是選的醫療嘛 醫療照護 而且剛剛也說台灣老年人的這個老齡化 佔比人口百分之十一點二 算是蠻高的 而且現在大家又說啊 老人家很多可是少子化 所以這個照護起來變得比較麻煩一點 很多醫院在推 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一些電子病例啊 你可以遠端來照護嘛 所以相關的一些衣材也好 或者是我做新藥的有沒有機會呢 這些個股我們今天也找出來了 在今天生技的部分 你會發現說 欸真的好強欸 在今天來說 昨天啦 其實這一陣子的生技個股都是表現還不錯 包括呢 在這個亞伯 建亞 還有建橋 陳德 陳葉一 最後一檔是信輝 其實兩個個股你看看哦 在亞伯的部分就已經功效漲停板了 其他的個股呢 至少也漲了半隻停板以上 好這個部分的話 有沒有一些商機怎麼來預估 因為在今年的話 畢竟生技股我之前 已經修正過一波了 未來明年的商機值得期待嗎 就這個生技股今天有將近十二檔漲停板 上市加上櫃 那我們就拉回來看台灣的生技的這個整個變化 我們看過去六年 過去六年 事實上生技指數 它的這個漲幅是差不多是三倍 它整個inflation差不多三倍 基本上每一年平均都是兩位數的這個上漲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蠻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把過去六年這個整個指數 它漲兩年就休息一年 那我們從明哥九十八年九十九年 事實上它是大幅上漲的 那我們可以 車子卡裡面可以看到 然後到這個一零一百年之後又下跌 一零一零二往上走 那今年事實上它又到這個所謂回檔 今年的這個GR事件 使得這個OTC的這個生技類股 事實上出現比較明顯的重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漲兩年休息一年 那也意味著說今年休息完之後 明年我們認為說生技類股 它在整體的這個漲勢上來看 是會有比較突出的表現 尤其在明年有一些新藥 它已經進入三期 那進入三期之後 它集中的這個發表的時間 都在今年的明年的下半年 所以明年下半年 我們認為在玄冥藥 包括新藥 包括醫材 用藥的這個旺季 都集中在明年下半年 那明年上半年部分 它會有一些所謂的這個醫療展 那還有一些這個部分的新藥發表 那還有新的這個新藥股 會在明年陸續上市上跪 這個對於整體的這個生技類股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我們從整個這個 過去的這個漲幅上來看 明年不管是在 不管是在這個政策面上來看 或是說在整體的這個 基本面上來看 對於生技類股 我們認為說經過今年的修正之後 明年它應該會有走出一個 像過去兩年以來一個多頭的一個行情 好 所以在這個生技的部分 而且我們剛剛又有一份資料說 在這個全球高齡人口 會引爆一千兆的商機 也是蠻驚人的 但是說到所謂的生技 說到跟生技相關的一些醫療照護 智慧醫療照護 你真的不能夠忘記的是誰 是穿戴式裝置 因為老人家如果很喜歡 爬爬照怎麼辦 讓他戴個手錶 讓他戴個什麼項鍊 搞不好 這個未來會變成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再回到 剛剛說到的十大趨勢裡面 第一名已經給了所謂的醫療照護 第二名就是穿戴式裝置了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穿戴式裝置 那基本上在整個這個電子產品裡面 我們覺得一定要站在巨人的腳步 的肩膀上去做一個一個懸鼓 那在穿戴式裡面 我想明年第一季 大家引領期盼的iWatch即將上市 那iWatch事實上 它在整個這個穿戴式 加上明年其他non-airport的 這些產品加進來之後 明年事實上我們預計 我們內部自己預計 應該就穿戴式的iWatch部分 應該有將近六千七百萬支的這個 這個量 這我們是比較保守的數字 因為目前市場上 可能預計在整個iWatch 叫銷售的部分 就可能會有將近這個三千萬支以上 那以這個Apple目前的這個股價上來看 因為昨天是出現重挫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漲多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Apple 它這個在今年分割五分 分割五一分為五 那整個股價有稍微做一些分割完之後 感覺就是有讓投資人 有一些空間 因為以Apple 它今年的獲利數字 i6的這個數字上來看 我們覺得它明年在配息的部分 每一季配息的部分 應該相對來講是不錯的 那第一季重點應該就是在 Apple要觀察就是iWatch部分 因為大家過去可能看到的這些 non-Apple的這些產品 包括Samsung的gear 包括這個Asus 或是Acer 他們所推出來這些iWatch 都不會讓市場有一些聯誼 但是以這個蘋果 它這個果粉的這個力量 我們認為說它應該會讓這一個蘋果 再創這個另外一波這個iPhone 6的 這部分的這個拉貨的這部分商機 所以用蘋果來看這個趨勢 我們覺得它現在本一比差不多在18.6倍 那我們就是用它來當作Benchmark 假設我們現在所有的蘋果概念股 它差不多在18倍以下的 我們認為說它可能就會有這樣的 新貨這個拉貨的這個產品的這個效應 所以我們覺得說在整體的這個穿戴師的部分 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在整個這個出貨量的部分 它是呈現倍數的成長 好 那我們今年明年是預計在6千 在7千萬支左右 後年它就是1億支了 但是明年不排除 對 明年不排除 它還是有機會挑戰8千到1億支的這部分水準 我們可以看到這5年來的話 這個量真的非常非常快對不對 非常迅速 那我們常常在看一個產業 它看的是一個 我們除了看PE以外就是本益比以外 是讓我們把這個G的部分放進來 這個G的部分就是Growth 就是它的成長率 還有G的部分就是它Growth Margin 那以目前來看 它整體的這個出貨的這個成長率來看 是倍數的成長 所以我們若是以PEG的概念來看 若是50% 那事實上它會享受比較高的這個 市場上的投資評價 那這是針對我們在這個穿戴式裡面 我們覺得比較有可能創造出來的 這部分的一個商機 如果說這個穿戴式裝置 真的是比較有機會的話 這個落實在概念股當中的話 我們要怎麼來掌握呢 因為這有幾檔概念股嘛 可是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穿戴式裝置其實從之前就一直喊了 一直喊了 可是出來的效果不髒 包括這個三星推的手錶 大家也說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 那個外觀不太好看 不夠炫不夠時尚 那麼現在Apple推出了Apple Watch 在各股的部分 我們怎麼來掌握 就這個目前我剛剛所提到 這個iWatch的部分 那在今天的股市裡面 事實上這幾個 屬於穿戴式的表現 事實上也不錯 那主要是集中在所謂的IC設計的部分 那與其台灣在這部分的 這個IC設計公司 會是比較有這個受惠的 那另外就是在這個 藍寶石基板的這部分相關 那當然這一次的iWatch 它並沒有用到國內的 這個藍寶石基板 它是用到大陸 若沒有錯 應該是用到大陸的 這個藍寶石基板 那這部分 它所創造出來的 這這部分硬體的需求 是extra多出來的 因為我們過去可能在看到的 這些所謂行動式的裝置的 mobile device的產品 主要都會想到就是不是配的 就是所謂的phone的部分 那如果是Watch進來之後 它所引發出來這部分 是我們過去比較擅長在 在這個就是零組件的部分 那我們認為說我們這邊 Apple有所謂Apple概念股 Non-Apple有所謂Non-Apple概念股 我們就把iWatch這個 整個這個產品 來當作是一個一個concept 來做一些 找一些比較有受惠的一個族群 那我們認為說 iWatch這個產品會是因為 一開始才滲透率非常非常低 所以它可以享受比較高的利潤 那我們覺得說它目前看起來 明年應該還是一個藍海市場 我們常常講說這個鴻海 就在藍海的旁邊 那藍海市場裡面 你如何從你這個過去殺價競爭 你跑去 你把它移到這個比較 比較我們講的juicy的 這部分的這個component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那我們認為說國內在這部分 不管是在這個 IC設計組裝的部分 或是在key component的部分 我們覺得 不管是Apple或Non-Apple的部分 都會受惠 我們把它定義就是屬於 穿戴式的iWatch的部分 是 所以在這個穿戴裝置的部分 聽起來真的是一個新藍海 畢竟你第一口吃到的 一定是最大口最多汁的 所以相關的個股 可以來稍微掌握跟參考一下 那麼還是要回到 我們這個十大趨勢 已經揭曉兩大趨勢了 接下來第三大趨勢 這個第三名的話 要怎麼來選 在這個整個穿戴式產品裡面 跟它比較相關的 應該是行動支付 我們大家知道這個蘋果 這一次最令人驚豔的 這個產品 應該就是這個Apple Pay 那Apple Pay目前主要是在美國 我想美國兩億四的人口 那它目前有差不多五百家銀行 跟它合作 三家的信用卡公司 然後有這個 所謂二十二萬家的這個商店 它來做這部分的服務 那我想這個eWally這個概念 坦白講在幾年前就已經有了 那一直市場上一直沒有辦法去把它這個應用在我們的這個device上面 因為他後面所應用的這個content的部分 還有整個架構部分都沒有一個大廠出來 那我想這個蘋果他Apple Pay出來之後 事實上他會席捲整個消費者的行為 我們從今天的最近的這個Black Friday 他看出來銷售數字 昨天我想美股重挫 主要跟Black Friday這個實體通路的這個銷售 有很大的關係 他衰退了這個兩位數 但是大家沒有看到一個 就是虛擬通路的部分 網路成長很多 網路成長應該是兩位數 那網路成長部分有很多是來自於 我們講的這個Apple Pay的部分 行動支付的部分 我們最近看了幾家這個美國的公司 他事實上都是透過這個Apple Pay 然後再結合我們這個所謂的無人 無人實體店的部分 來做這部分的合作 我想這個部分會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最重要的這個Device 應該是美國這家公司 這個那個恩智浦 那這家公司 他是幫這個Apple做NFC的 這部分的晶片 那你可以看到他股價過去以來 也是都是倍數的 也是很強勢 倍數的上漲 是的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很強的Device 去做這部分的這個硬體 這部分的支撐 那我們認為說相關的 像我們剛剛所提到這些穿戴式的這個 公司只要跟他有相關NFC的這個晶片的這些公司 我們待會會有秀一個圖片 就是說他有他的Full Chain的長的樣子 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想這個部分 會是比較可以看到龍頭 他往上走 就代表是一個趨勢 我們常常說這個產業趨勢怎麼看 其實股市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櫥窗 那就股價上來看 就是一個產業的一個領頭羊 所以我們從股價這個趨勢可以看出說 我們未來聚焦產業 因為他已經告訴我們 他從Equity Market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不會是 不會是這個開玩笑 因為他是直接用金錢去投資他 那所創造出來的這個股價 我們就會看到說他 事實上這個產業是 是對的一個產業 那他的這個整個這個Behaviour 是怎麼樣的形成 我們來用這張 對 很多人會疑問說Apple Pay真的好用嗎 就算蘋果是老大哥 他開啟這種消費模式 可是店家買單嗎 消費者買單嗎 是 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最近這個 失業率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結構性的失業 跟這個電子產品的關係很大 我想我們剛剛 時代趨勢產業裡面 有一個叫Robot 就是自動化的部分 對 明年第一季 這個Sofa Bank 要出一個機器人叫Paper 他的價格非常殺 19萬8千塊日元 那這個東西 他是服務型的機器人進來 那他會 他會剝奪了我們 我們的這個原來的這個工作 那事實上Apple Pay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在做這個 所謂Apple Pay的部分 我們就會減少這能力 這部分的一個支出 那他是透過消費者跟 Customer Customer端跟這個 我們講Sales端 Post系統 還有跟這個金流的部分 三方來做一個結合 那三方做一個結合 就是說我我未來 我不用再帶這麼多的卡 我可能現在手上有一張 這個悠遊卡 又有一張信用卡 然後又有手機 又有其他的這個卡片 那我只要用一個 一個手機的部分 我就可以完成整個消費 而且它安全性 所以包括一些信用卡 紅利基點啊 還可以開你家的門對不對 門禁卡 都在你的手機裡面 對 它叫做Mobile Marketing 或是說我們的Mobile Payment 就行動式的付款 行動式的這個行銷 那我想這個累積點數 也直接在你的手機裡面 就直接就完成 那我想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行動支付的概念 在亞洲事實上 還沒有這麼樣的形成 但是我們知道阿里巴巴 他已經要跟Apple來做合作 那Apple Pay他也是 這個Apple也提到說 他未來要進軍的是 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認為說這樣子的這個 這個產品 它一定會撥名 那就會帶入 這所謂的這個NFC的商機 這個是我們未來在 整個趨勢看起來 Apple Pay 就是所謂的這個Mobile Pay 我們不要講Apple Pay 就是Mobile Pay 行動支付的部分 會成為未來這個 三到五年裡面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趨勢 所以蘋果改變了 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嗎 我們就來看看 剛剛說到的NFC 其實不只是 局限在蘋果相關 因為以後 一定會帶動趨勢嘛 這是一個潮流 好 哪些這個個股呢 在今天我們也幫你選出來 NFC的相關概念股 那麼第一檔是在這個起機 那麼接下來呢 是遠傳 還有更新 連結 偽權電 還有銅昏 不過銅昏現在本益比 已經有點高了對不對 沒錯 那我想這個 剛剛提到就是說 你要跟這個行動支付有相關 一定要有這個NFC的手機 那因為手機我們看到說 在整體的這個 手機的趨勢上來看 今年我們是應該有